北宋六贼之首蔡京,他是如何将大宋江山推进了深渊? 蔡京从一届书生到成为执掌大宋帝国的宰相,在他的人生中有两位宰相对他的成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位是韩忠燕,另一位是曾布蔡京世西宁三,年1070年的晋世,当时正知王安石变法方兴为爱之师,神宗是王安石魏谷,供新党人士当政,于是蔡京便加入了新党元峰八年,1085年神宗去世。 折宗即位随着高太后和旧党人士司马光的上台蔡京,意识到新党的气数已尽,于是他又加入了旧党,但是世事难料,没想到高太后一死折宗为了报,傅高太后对自己的压迫和严格管束,又排斥旧党启用新党废止旧法推,行新法蔡京也迅速地更换了两面以新党人士的面目出现, 并且当上了户部赏书。 成儿张敦眼中的红人本来前程大好,有可能积身执政大臣的行列可是张敦,却被层部打败张敦遭贬之后蔡京也跟着倒霉,被撵到杭州去了蔡京是一个时刻都寻找机会东山再起的人折宗赵旭,自从高太后死后生活长开始四五级, 但纵于过度没过几年便一命呜呼,那徽宗召集登基之后尽管做了皇帝,但依旧没有忘却他自己喜爱的艺术, 因此他让人在杭州设置了一个仿球古玩书画的名金菊并派宫里的宦官铜冠, 父子这个事情使被送灭亡的两位罪魁祸首的人物就在杭州聚首了精明的蔡京知道铜冠是皇帝面前的红人, 因此他想法是法党和铜冠拉上关系,将自己搜集到的一些古文书画, 以及一些他自己所会的一些屏障,上面托铜冠交给赵旗, 徽宗即位之初请向太后听政,向太后倾向, 于旧党韩席之子韩中燕和曾部分任左右铺页中燕, 柔弱是多绝于不不由不能容,由于曾不与韩中燕不合, 因此他俩在朝廷终命争暗斗争权夺利的事情时有, 发生但韩中燕的权谋不如曾不明显, 处于夏丰为了扳倒老对手曾不含, 中燕想到了此时的蔡京, 因为蔡京符合皇帝的口味, 这样的筹码必然,会使得他和曾部的竞争中更胜一筹, 蔡京就在这样的关系中,被召入京师任汉林学士, 城市兼修国史之后爬上了宰相的职位身的皇帝宠兴独揽朝政大权, 自从蔡京当朝徽宗基本上部, 在顾问国是每天只是亲戚书画, 而蔡京只需要逢林徽宗即可1101年, 为了修景林西宫。 朝廷派人从苏这一带开采了许多太湖时这些千禧百怪的石头立刻引起了灰中的浓厚兴去蔡京为了迎合召集, 便派人再苏这一带寻找花石刚从柏青手中巧去豪多来的其真意识源源不断, 而欲望京师从此百姓苦不堪研究这让蔡京慢慢地将大宋江山推进去了深渊, 他也成为了历史的罪人正所谓, 有人在做。